南響國少爺文電南中心甲敗 前一年 時來電出的好數一件自己的懷季商品 和比亞紀念書 中整個文物 除了記錄好數的方法過程 也讓好友情我們當年美好時光 以前的算盤九句 和很多人非常去醫情 學黨的學業 也還有一張一張老商品和畢業紀念冊 從欧北到猜測 記錄學校發展的歷史 聽起來好友的看著董寧 因為我們家三代我爸是南響國小第七屆的 然後我是35屆的 然後我女兒現在是國小二年級 二年定班的張玉琳 對 所以我們家三代 都是在南響國小共同成長的 所以非常的有感覺 好像是我從小到大的一個紀錄 包括阿公的成長紀錄 爸爸的成長紀錄 再加上自己女兒的成長紀錄 對 所以感觸很深 南響國小跟白的藝文 電南中心 修電到電視學校一家既的老商品 好處風華 看在那裡 美術老師楊曉婷 從今心思來修集文物 看到好友感動的情書 我就是蠻感動的 因為剛才有照片的主角出現在這個展覽 這樣看懷舊的照片 從收集一些老照片 然後到比較現代的 然後過程當中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 一些比較老舊的照片 需要去募集 募集完之後要掃描下來 然後再列印出來 然後我們布展的主題是依照時間 走的概念 就從創校到現在就是世界這樣子 然後呢 學校有很多同仁協助的布置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老舊的教具 小朋友比較 之前可能比較沒有看過的 這樣反射這樣子 歲月如梭 讓人心急感受到時間的寶貴 好友對這些懷舊賞品來面 中文當年的美好回憶 也將感動化作人生 繼續增進的動力 多中華新聞 當門親中華 彩虹報道